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受伤了 小伤 不大碍 这位姑娘等一会儿再眉目传情吧 我想现在应该找一个清静一点的地方 我们两个人好叙叙旧情 啊 啊 我们跟阿弹好好喝一杯 你看 那小翠 这就去给二位公子准备房间 二位公子稍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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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呀 准备的 叫他出来的 回大少爷 今天一天都没见到二少爷 二少奶奶身体如何 二少奶奶身子骨差 产后又中了风鞋 怕是 大少爷 你要进去探视吗 好 不 别 别惊动了 这小女儿才是她海家的血脉 可生她的娘 还是不休了 这是我们的罪 好酒啊 这白军啊 没想到啊 东京一别 又竟在此相遇 三生有心 你说你一个日本人 你说话跟我那书呆斯大哥似的 酸了吧唧的 日本日本 自你们日本灭了我们北洋水师以后 王二爷 每天见到的日本人 都跟那海河的螃蟹赛了 横着走 但是你 四二 没他们这种风格 我喜欢 是啊 人和人怎么能一样呢 也许紫辈君不信 我对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两目之之 尤其是汉 唐 宋时期 可以说是 登风造极 争起斗烟 出了一把醉 没用 都没用 汉 唐 宋有什么用 现在讲的是实力 行 你就打人家 不行 人家打你 嫂儿 你先当什么差 那我得双手接 请自白君指教 行啊 三儿 大洋行的董事 要什么赚钱的买卖 你得想着兄弟 理应小老 留下了 大少爷 小米 去 抱着宝宝 到别的屋去啊 好嘞 好 等他睡觉啊 别让他哭 宝宝乖啊 等会儿 你把他拖住了 没报告可以学吗 子萱 你说你 上次 你打也打我了 骂也骂了 气该消了吧 咱们那件事情 就这么定下来了 好吗 今天我去了老二他们家 一搭 他媳妇产后中了风险 怕是不行了 真的 这么厉害啊 那 那怎么办呢 你也应该去看一看 好歹 是弟媳妇 再说 我们是有亏于他呀 妈 我知道了 回头我去看看他 你说要不是 你弄这么个假孩子来 这事情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 不是 说什么呢 他可是你的亲儿子 爹也给他起了名字 叫海中齐 他是咱们海家的长孙 就是你的亲儿子 不行 我得把这事就告诉爹 要不让我 要不让我海子权寝食难安啊 不能去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是你定下来的 别人没定下来 我不能就这么让爹和老孩 就这么被 被 被 被骗着 被打得罢 走开 我 回来 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子 爹的身体刚好一点 你还想让咱们爹 不想活了吗 我回来 回来 你躲开 你说啊 你要是这样做的话 爹那个身体 他会受得了吗 我出去做就行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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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花 老爷 你们俩听好了 你们俩听好了 这段时间 我不用你们服侍 你们多到大少奶的那儿学 把他服侍好了 尤其是我那个小孙子 给我看好喽 别出什么事儿 听见了没有啊 还子萱 我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 孙子 孙子 是 你去吧 来 孙子 有事儿 您让他们俩还是回来服侍 你感觉这事儿 不用 你也给我听好了啊 你媳妇 要好好的给我服侍好了 他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你就去给他买 尤其是我那宝贝孙子 我可跟你说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别说我跟你没完 是 那是我的心肝宝贝 那是咱海家的后 给我有事 你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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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与我共罪 我 对 子佩军 这叫什么 就逢知己 浅悲伤 来 我们接着啊 子佩 你跟在日本的时候一样 童爱 你以后在天津渭有骂事儿 找我 我 二少爷 二少爷 老爷的任情理要开始了 老爷让您回去呢 看见我成许久吗 可是 任情理 老爷的任情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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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到 老爷让我把您带回去 可是任情理就要开始了 你回去 你回去 回去 我 我猜你了 那你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 这辈子 嫂儿 我 我 我得先走了 这辈子 你和以前一样没有变 还是那么怕你的父亲 是吗 该是咱俩 睡西装 就咱俩 睡西装 夫人 请坐 子轩子配 给母亲 磕头 子轩子 还子轩子轩见过子轩 子轩见过子轩 子轩见过子轩 娘 快进来 快进来 吃吃孩子配 孩子配 见过小妈 那个 小妈您得 给我爹多生几个胖大小子 也就是哥们哥俩 多添点兄弟 这样儿子多了 孙子就分不着家产了 放肆 越说越不像话 多生 不像话 不像话 童马 带众人 见过新夫人 乐房乐使 参见新夫人 参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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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起来吧 夫人 你是放逸者而来 我叫你珍珠好了 这如意送给你 希望你能在海家安心如意 老爷 珍珠出身微品 受不得这么珍贵的宝物 你还是受回吧 这如意 就算是我给你的聘礼了 不许不受 这如意在海家 被看作是看家的信 从今以后 我希望你能帮我 把海家管理得妥妥天天 谢老爷 老爷 珍珠还有仪式禀报 昨夜 珍珠听到西院 有婴儿的啼哭 今天早上一问 原来是二少奶奶 尝后受了风寒 珍珠想替老爷前去探望 就算是说说话也好 冲吧 怎么回事 回老爷 二少奶奶产后 受了点风寒 已经去请大夫了 我这就去看 按理说做母亲的看望媳妇 也是应该的 那我就陪你一起去吧 来 穿老爷一块过去 你都下去吧 是 是 所以走 子飞 你留一下 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给二少爷上碗汤来行行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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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伟 你怎么又跟人打架了 打了 心里不痛啊 打了 打了就痛了 你得收拾新鲜了 你媳妇啊 重病 那一个老爷们 诸诗海的你哪主张是 我主张什么呀 就那一个破酒劳的 我有什么好主张的 我算个屁呀 别这么说 海家是咱兄弟俩共同承担的 共同承担 你给钱 我承担 昨儿不刚给完一千两吗 行 我给您报告一下 吃喝瓢堵抽花了满意了 一千两你都花光了 那照这么个花粉 这 他们海家 可经不住你折腾了 得 什么咱们 那是你的海家 跟我没关系 明白吗 老爷 新夫人 少奶奶 少奶奶 老爷和新夫人来看您了 你给是不给啊 你怎么这么磨磨叽叽 没事没事 我睡觉去了 喂 四伯 我还真有件事想跟你说 说 我儿子 你儿子 你儿子 大哥 你没这么欺负人的 我知道是你儿子 我没儿子 所以这这这 这不是海家都是你们的吗 还要怎么样 不 这件事我对不住你 这海家 我会交给你手里的 你说什么呢 把海家都交给我 对 真的 什么时候 今儿 你要么明儿 什么时候 说话呀 你不说 你甭给我假惺惺的 我告诉你 我就是没这海家 我孩子佩 我照样 逍遥自己 明白吗 大夫怎么说呀 大夫说是产后失血 又受了风血 导致心血失调 需要好生调养 这就是你管的家 老爷 老爷 爹 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这里留下孩儿照顾兵克 小满 跟福地回去吧 不就生了个丫头 有那么紧贵 好吗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才是海家的骨血 大少爷 您的话可不能这么说 您儿子那才是海家的传家宝呢 丫头 早晚都是人家的 算了 我说了 从我房里都调起个丫鬟过来 好好地伺候二少奶奶 另外 把这哪儿给二少奶奶乔兵抓钥匙 把银子藏好了 别让我那个老二拿去胡话 记住 必须留着乔兵 好 海家先前支付的八百包面粉 已经收到了 而经过计算 我们先前涂在合同上的咸饮药水 此时应该已经生效了 上面的数额也应该由原先的八百包 变成了三千包 很好 计划实施得很顺利 接下来海家的事情要抓紧办 是 大家好 您领关系 领关系 妹妹 哥哥 你怎么来了 嗨 那个教会的医生非要见你 哥 你糊涂啊 那面粉 咱不是已经都给他了吗 我也觉得奇怪 他总是说有要紧的事 我问他又不说 还非要见你 非要见我 他人呢 就在外面呢 哥 你怎么能把他带到海府来呢 这样吧 不能在这儿见他 你把他带到偏厅去 成 等等 我先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人 一会儿 你再带他过来 行 没问题 被职给善后局总办大人海少爵爷请安 谢了 下官陈查理 任职善后局做办 给邵爵爷请安 陈兄 我真没想到在这儿看到你 家父寿宴一别已半年有余 陈兄一向可好 别姐 邵爵爷是我们的上司 同志 同志 同志们知道您入主善后局 大家都是喜出大望啊 哈哈 来来来 我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总办大人是何等的英雄了得 总办大人在哪 总 哎呦 少爵爷 我可算找着您了 自从上司一别呀 您的风采一直就在我眼中挥之不去 我听说您来这儿了 这我赶紧的马不停蹄 我背这么点意思 我给您请安来了 问猴来了 我给您献花上滚来了 哎呦 哎呦 大人 现在不是肚子疼不止 我得就去内心 海大人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老爹托我今天给他上坟去 我得赶紧走啊 海大人 我也告个价 少爵爷 果都到了 您就尽情的享用吧 哎呦 这屋子里怎么那么憋得红啊 我出去透透气 少爵爷 你是何人 小的我陈三 您吃这柚子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日租界的卫生巡谱 您先把柚子 来此何事 以前那个拆成墙的事啊 都是小的我包的 这不您来了吗 我就赶紧拜见 您先把这柚子吃 嗯 这 陈先生 这种水果 本官从来不吃 有功吃的话 可以找作伴大人禀告 来 送客 别别别别 少爵您 这不过叫这个瓜子 就是一个会儿 哎哎哎哎哎 我说您便不好意思呢 我说大人 哥儿秘 God 行了吧 就到这吧 哎呀 怎么说也得在新老爷面前 演瓦戏是吧 是啊 走 走 慢点慢点 我有 again 作了嘛 走吧 陈庆放 不要不一样啊 不好弄啊 那 十十的罐米汤 滴水不浸 刚才的事情我可看到了 沉沉浮 你糊涂啊 糊涂 我还糊涂 您明白 您明白 您明白什么呢 您明白 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山口局 对呀 你明目张板子到这儿来 谁敢收啊 不是 前任大人 前任大人 前任大人要不是玩大了 能把脑袋搁到死牢里紧吗 你看清楚 我们大人的最后一个少师了吗 你是哄我出去吗 你糊涂啊 这只是一套意思 还有一套意思吗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这就是高宗 这儿不是地方 出去说去 我再问你 你用我多少意思 这边 你又糊涂了 你知道我们大人是谁吗 海家少爵爷呀 对呀 那海家这么大的家业 你用这么一点意思 那行吗 你看我们大人那首饰啊 那是这样的 那是这样的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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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要么说这个读书人做了官呐 他弄这都一套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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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 家里 陈 兄台 哥哥 您说太太 我糊涂 我糊涂 您明白 您明白 这个糊涂 准备了 准备了 哎哎哎哎哎哎 刚才呀 那是大人的意思 啊 那兄弟我的意思 哦 我 呢 这这点意思 您想的啊 哎 兄弟兄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 这个意思 默默默 这个我跟你说 你还是这个意思 這我就想要 这点意思就行了 稳 您是这个意思 啊 那咱就算两清了 得嘞 您得着 别说啊 我准备点 小米 好了 去把别的房间收拾一下吧 是 走吧 这儿 妹妹 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按照合同上把所有的面分都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事情是这样的 昨日我收到面粉扣 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合同 巴蟹上面交割的数额 好像有一些不太对 所以 就又只能登门打搅了 不对 真是开玩笑 我想海夫人肯定是搞错了 你 你 你 给 三千包面粉 三千 今后十年 你递增 一千包 这 你这个女人 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把主意打到我们这儿 弄这么一个假合同来蒙人 你 你 你 每年给三千包 提增一千包 三千包 这 哥 怎么这份合同也成三千包 不是 当时我们签的时候 这怎么会 人是一千包 一模一样是吗 那就没错了 是我 你是谁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需要面粉 剩余的 属于我的面粉 你这个富道人家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居然骗到了这儿 你知道海家在天津的地位吗你 唐文贵 你这是在吓唬我吗 我还真不是在吓唬你 是你自己在太岁投上动土 你海家这两位太岁好大的脾气 不过我告诉你们 既然我敢签这份合约 我就不怕你们两个在我面前耍魂 你 你干什么 怎么回事 这份合约以前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你给我改了 海夫人的意思是我改了这份合约 是 那海夫人仔细看清楚了 合约上面的内容有无改动的痕迹 下面的签名是不是海夫人的手记 这又这么解释 一定是你改了合约 我还真告诉你了 我就不给你了 你能怎么招我 不能消点事 只要海夫人把婴儿还给我 我保证明天一大早 我就把收到的八百包面粉 一包不少的还到你们海家门口 把你们海家的大门堵得满满的 你们两个想清楚了 不要敬酒不吃 吃罚酒 都怪我太心急 也其实糊涂 让这个女人在河洞上做了手脚 哥哥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咱们现在赶紧想办法 看看这件事情怎么去解决呀 妹妹 要不我出去花钱 悄悄地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我就不信她还能翻得了天 你明白不明白 你明白不明白 她之所以敢这么做 后面一定有人再给她撑腰 现在已经不是变得一份合约 和一个孩子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答应她 三千就三千 明天就给她发货 妹妹 你真的要答应她呀 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咽不下也得咽 如果这件事情捅出去 那可就是捅破天的事 如果要是那样了 你觉得妹子我还能再活下去吗 这个门关敲的 趁她奶奶的憋屈 可是 这账上的事情 可怎么办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账面我收 我保证做得谁也看不出来 可是老爷子 可是老爷子 他可是精明得很 这些事情 他能瞒多久 我这心里 可是一点谱都没有 妹妹 你放心 主意是我出的 人是我带来的 就是天塌下来 哥哥一个人扛着 哥哥 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扛着呢 这是我的事 要扛 也得我自个儿扛 忍忍吧 十年 也许 也许一眨眼的功夫 就扛不过去了 哎呦二爷 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 在里边请 哎 你这风水不灵啊 是吗 你这树根柱子那儿行啊 回头去了 哎呦是咧 要听哪儿 我这儿还得发达 长大二爷 你里边请 忍忍请 坐二爷 忍忍请坐 这什么好东西呢 这都是本店新进的 拿好的嘞 得嘞 那也请上演 这可是本店压箱底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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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给我 哎呦 手给我 哎呦 哎呀来 嗯 抱我一下吧 往往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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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呦 这怎么都是大通货啊 这可是本店最好的了 拿这些水头来糊弄二爷 在下店销 二爷真想要好水头 怕是要去天子阁去抖一把了 最近天子阁啊 从缅店进来批圆池 二爷如果能够堵上一块好食料 本店愿免费 为二爷大行手镯 保证配得上这位天仙般的公娘 你会说话啊 行 那我就天子阁去 好吧 两副手镯免费 好的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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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官的一点意思 请少爵爷笑纳 陈兄啊 怎么连泥也 少爵爷 您别误会 这是咱们大清官场的一点规矩 胡闹啊 你身为大清的五品作伴 一年的俸禄也就一百两吧 这是你十年的俸禄 你让我于心何忍啊 陈兄 今天我才知道 连你这银票 也应该是陈三那类人孝敬了吧 他的钱又是哪儿来的呢 无非是通过拆城墙 从百姓之上判破来的 这种钱我们要的越多 他就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越多 这怎么了的呢 长此以往 能心不稳 国将何富啊 少爵爷 如此清廉 他不管是真是假 我也就放心了 什么叫是真是假 你这不是拿我说笑吗 小的不敢 小的有一膝放肆之言 想跟少爵爷说一说 但说无妨 眼下 善后局有两大难处 第一 拆城墙 就要涉及到很多的民宅和商铺 朝廷和都统衙门 是给了银两 但这大部分被都统衙门的洋人们 用种种的名义给截流了 经过层层的盘剥 最后真正到善后局的也只是 背水车薪的 第二 就是谁来拆 这个洋人 他讲究 什么公开 透明 于是才搞了上次的承包 众所周知 这个承包的结果 就是那个小人陈三得志 因为他花钱 打通了总办大人的关节 才获得了承包权 这一下子可就群情激愤了 拆人家房子不给人钱 他搁着谁 他也得闹啊 他也是 是 陈兄啊 文君一洗眼 今天子宣真是瘦益匪浅哪 陈兄 多谢你告诉我这么多 少爵爷 真是刚之不恶 那是百姓之福 下官之福啊